我現在就為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Business Intelligence 其中一個Dashboard 最主要是一個Bowser 他們可以用Login這系統 就可以上來看到這些資訊 你會見到每版不同的Pager User可以選擇 例如我現在要看些範疇 剛才我會見到一個香港的地圖 地圖上有指標性 有指標 講述在不同的地圖裏 這個例子是一個密館 在不同大廈裏的出租率 這裏就是出租率 低於50的地圖是紅色 50到70的地圖是黃色 高於70的地圖是綠色 下面亦會有每個月當月的Income 其實旁邊會有一些filter 可以讓他們選擇 究竟我現在想看小三個 其實所有數目的自動會跟著轉 右手邊會有Total Occupation Level 入住率 究竟我還有多少單位在搜尋 未租出去 或者究竟有多少單位 我是on-home 可能在做維修 其實都會有十四個欠方美增在 另外 我們這些指標性 應該都是可以在Jule Down 進去看的 可能我要進去看這棟大廈 在這棟大廈裏 在這棟大廈裏面出租了這樣的單位 可能有五至六個大業主 還有其他小業主 究竟我們在他身上拿到的英雄 究竟分佈會是怎樣 甚至可能有些管理費 電費等等的數目也會有 另外我們也會做到一個 在右手邊 在這裏 再提醒一下 我問我管理費公司 究竟最近 未來的三個月裏面 有哪些單位 我未來已經是要倒閉 哪些關卡倒閉呢 即時可以看回 可能我十樓 零一號室 現在這個單位 11月一號將會倒閉 這一個客戶 我可以迫回管理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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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目標 即是說你們 其實不只是 講過去數據分析 是前瞻性的東西也有 是的 其實我們也在前瞻性方面 也會有的 講前瞻性 最重要是看前預測 其實這個時刻 就是講 接下來六個月 究竟我們的 進行預測的預測是怎樣 看到剛才的個案 大家也看到 11月過了之後 就開始會有些關閉 所以相對來說 我們會預測到 未來的十二月開始 我們那個 進行預測是會減少了 因為我們有些單位是 多期的 回到管理費公司的時候 可能我知道 我現在知道我未來的十二月 已經進行預測 進行預測的時候 我可能在今個月十月的時候 我已經開始去找一些新的客戶 或者可能和舊的客戶 談續租了 相對就令我 進行預測會更多 另外除了看 前瞻性的資料之外 其實我們都會有些 不同角度的分析 例如在不同地區 我們究竟 進行預測的收入 分佈會是怎樣 甚至可能說一些 閉路費公司 去看閉路費公司 看看哪些地區的 表現會更好 等等的 公元 看完了 路費做過Live Demo 就是DI意見 多謝了解 是啊 我真的清楚了很多 多謝路費 希望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今集 拍攝訪談室 有差不多時間了 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